机在手 视野我有 走路在滑 坐着更要滑 是影音太精彩 还是社群讨论话题错过就不在 或是双手跟大脑 早已被习惯制约 闲不下来 广义来说只要还能自制 就跟上瘾这个字眼 还存在着安全距离 上瘾未必都是坏事 有时近乎执着的投入 反而造就了专业项目上的达人 会被视为有害的是 已经导致生活失衡 或是沉迷的事物本身 不利于身心健康 其实我们在讲上瘾这件事情 就掌握三个原则就好了 叫做强迫耐受跟戒断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叫 我把它清楚白话文 就是说强迫耐受戒断 就是说你不能克制 然后不能不给就会击笑 然后你会发现 你需要依赖它到非常多的时间 才可以得到一点点的满足 哪怕家人亲友生生患 APP里的短影音 仍一则接一则 或是追剧追到废寝忘食 以及手游那一句再玩下 不知不觉就达到天亮 难以停下的原因 是这些动作给了大脑舒适的回馈 跟上瘾的机制相关的 一个神经传导物质叫做多巴胺 这个多巴胺其实 会在我们做某一些动作的时候 它会释放 释放之后它会有回馈 最简单的讲 我现在滑手机 或者说我们吃饭喝酒 做一些让自己快乐的事情的时候 多巴胺就会分泌 多巴胺分泌以后 你的身体就会有记忆 然后这一个回路就会形成 说心情不好的时候 吃了糖心情会变好 有没有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原因 快乐是相对感受 心理师分享近年临床所见 成瘾大多源自于压力 而压力的成瘾又各有不同 比如说有的人 就是因为学业长期不好 所以说他 可是他又很想要表现自己 所以他发现只有在网路里面 才可以找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网路只是一个手段 成年人在关系的问题里面 其实就是带着各式各样的一些困扰 或没有解决的困境 比如说婚姻关系也好 职场关系也好 然后同才或者是亲子关系也好 了解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关系不佳或没有认同感 专家建议从陪伴找出影头 透过近距离的相处 观察成因者动作触发机制 例如是什么事件出现 让当事人感受到烦躁或是不耐烦 甚至事件并没有发生 但是情境让对方直觉急着找寻出口 不论是工作课业或人际关系 进而安排替代性动作 因为长期忽视 问题很可能很向延伸 你一定要打电玩 或者是打到他必须要一直去克金 让这个上瘾的个案 理解自己的行为 其实是出现这个所谓的成瘾的行为 而这个成瘾的行为对他的生活 到底造成了哪些不便利性 借除这个上瘾的动作的时候 如果这个动作慢慢的成功 成功的次数多了 这一个借瘾的动作本身 成功的经验本身 也会让成瘾者 带出下一个脑部的回路 我借除的方式成功 我对这件事情有成就感 我其实也会分泌多巴胺 重点在于转移注意力 科学研究显示 从协助重新认识自己着手断影 效果远胜于外力强行阻止 特别是沉迷的物品 不仅止于3C 比如说你看我一直在那边喝酒 没事在那边喝酒 你知不知道你是为了压力 因为压力而做了这样的选择 而这样的选择其实并无助于 你面对压力的一个品质跟回应 所以当你有这个理解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去走到下一个阶段 成瘾容易戒除男 试着把目光稍微离开沉迷的事物 或许并不难发现 压力之外 其实处处处开阔 TVB的新闻 罗师鹏一月辅特别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